如一道闪电,脚尖踏在监察院中官员的头顶,飘然而是,转瞬间便来到了队伍的最前方,这大概便是范贤能够发挥出来的终极速度。 人在半空之中,他一脚将大皇子派过来的那名将军踹落马下,抢过这匹队伍里最好的战马,紧接着手指自发尖一抹,一枚干净的钢针,扎到了这匹战马的脖梗处,手指一弹,取下战马的魔嘴,为了一颗麻黄丸,黑旗的刺,姬玛丽之术,在这极短的时间内,被他神乎其神地施展了出来。 立于马上的范贤闷声一哼,骏马如剑般迅即使出,脱离了大部队,转瞬间成为了官道上的一个小黑点,只用了些许时辰,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之间。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,在震惊与小公爷绝强修为的同时,也极为疑惑,究竟前方发生了什么事,竟让小公爷急迫到了如此地步。 慕芳得了范贤的命令,却对这道命令十分不解,为何自己这些人又要再反东移城? 他下意识里往车厢里看了一眼,他此时已经猜到,那名有着启年小组最高等级腰牌的陌生官员是谁,王启年大人在监察院里也是个传奇人物, 慕芳想从他的嘴里知道到底京都方面发生了什么大事,然而当他拨拉开木板时,发现, 王启年大人已经体力损耗到了极点,昏死在了香板之中。 尤达州至此地,只用了两日时辰,这已经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速度,而王启年做到了。 木芳震惊微距地看着这一幕,下意识里抬头向着小贩大人消失的方向望去, 隐约猜到,这大概是一场接力的赛跑,或许这是一场与死神进行的赛跑。 冰冷强劲的秋风,如刀子一般呼啸击打在范贤的脸上, 他眸里的寒火已经退去,然而却透出了一股令人心悸的平静。 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,京都里的那个老脖子需要的是什么, 是时间,只是时间。 虽然他无法理解,也不用去理解,为什么一切眼看着正在往完美方向发展的大势, 忽然会在达州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大的急转。 他只知道,老脖子如果回了京都,一定是为了当年的那件事情, 老脖子是赴死去了。 时间,还是时间,只是时间, 急迫得如山火一般,焦灼着范贤的心, 如沙漏里的细沙一般,冲刷着他的心。 身下的战马蹄如踏云,气如奔雷,在药物的刺, 急下,保持着最快的速度,在山林间的关道上挤持着, 一路穿山破雾,一夜踏膝乱月,直抵燕京。 整整一夜时间,范贤不曾下马,不曾减速, 除了腰盼的清水皮囊,为他和马儿补充了些许水分之外, 再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 此去关山路远,要抵京都还需时辰,还需要精神, 天色刚刚破晓,燕京雄城已在眼前, 只用了一夜的时间,便赶回了庆国的国境之内, 范贤已经拼命了,他的速度快到令人不可思议, 甚至连最后那段道路上埋伏着的义军, 也根本没有办法反应过来,只有看着那一路燕尘, 一起黑棋孤独壮涌狂奔而去。 范贤要珍惜每一秒时间, 所以,他当然不会进入燕京城, 不论燕京方面有没有得到皇帝老子的任何暗喻, 他都不会去冒这个险,更不会在此耽搁任何时间。 就在雄城映入眼帘的第一瞬间, 他单脚勾住马凳,自怀中取出令箭, 手掌真气微韵,直指天空。 彭的一声,一道美丽的烟火划破了燕京熊城外安静的清晨, 远方淡淡的月沟都被这只烟火压下了风采, 东方出生的朝阳却还来不及追逐这一丝一线即逝的光芒。 燕京城内大部分人还在憨田地睡眠, 然而,毕竟是地冲北齐东夷的熊城要关, 守城士兵的反应极快, 在第一时间内敲响了城头角楼里的市井锣鼓, 一瞬间,城上的沁国军士们集结了起来, 紧紧地握着兵器, 看着远方冲来的那匹战马, 以及马上的那个人。 当范贤驶进燕京熊城, 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城上士兵们手中兵器反射的尘光, 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表情, 心头也没有丝毫波动, 只是用力地一扯马僵, 在急行之中,强行扭了方向, 沿着燕京城的古旧后石城墙方向, 再向东去。 城上的守城士兵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。 紧接着, 一阵肃杀的马蹄声如雷声般密集地响了起来, 燕京城外临时驻地里一片躁动, 当范贤转航向东的同时, 那片营地里500名全身黑甲的骑兵, 也已经做好了出击的准备, 斜斜杀出营地, 在燕京城的东向城门外与范贤会合。 500黑旗, 在庆国国境之内准备接应范贤反京的黑旗, 在清晨时看到了那只象征监察院最急迫怨令的令箭, 在最短的时间内反应了过来, 接应到了范贤。 范贤速度不减, 与黑色的洪流会合在了一处, 再也看不到他一个人的身姿, 有的只是一整片乌云一般的扫荡之势。 没有任何命令, 没有任何言语, 范贤身形一轻, 气了自己身上, 已经奔驰了整整一夜的战马, 飘到了身旁黑旗副统领的马上, 而副统领早已经掠到了另一匹空出来的战马之上。 换马始终是在极高的速度之中完成, 没有任何的阻碍, 黑旗的御马之术天下无双, 果然不是虚传。 黑旗将士们, 看着院长大人焦虑而冷漠的面容, 没有任何人发问, 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。 所以, 他们沉默而强悍地跟随着范贤的箭头, 向着东方的平原急沙而去。 一声悲鸣, 伴随范贤一夜的战马口吐白沫, 倒地震起烟尘, 四脚微抽, 立尽而亡。 只是瞬间功夫, 整整五百名黑旗便消失在了燕京城下的平原之上, 只留下了这匹战马和一地烟尘。 燕京城上的守军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正目神奇的场景, 久久说不出话来, 他们当然知道黑旗的厉害, 只是今天亲眼看到后, 依然被震慑得无法言语, 尤其是最先前那名单身而来的旗士究竟是谁? 当燕京大帅王志坤了解到了清晨发生的一切, 目露优色, 命令全军戒备, 封锁沁国与北齐东移方向边境时, 那些给他带来无穷疑惑和震撼的黑旗, 那位带领黑旗略城狂似急奔的小公爷, 早已经离开了燕京城的范围, 踏上了真正归京的道路。 一路穿州过州, 一路御阻破阻, 不和任何州郡地方官员啰嗦一句话, 将庆律里关于军队调动的任何律条都看成了废话, 强悍的500名黑旗在范贤的带领下, 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京都。 这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事情了, 而在这几天里500黑旗的狂奔, 不知惊煞了多少官员百姓, 不知会在庆国的历史上留下怎样的传说。 黑旗千里突袭, 天下第一, 然而以往这支铁打的幽冥队伍, 只是为了庆国和皇帝陛下的利益, 奋勇屠杀于国境之外, 而庆历十年的这次突袭, 却是纵横在庆国的卧野之上。 秋雨之中, 京都外的梨亭忽然颤抖了起来, 一批如黑铁如乌云的骑兵队呼啸而过, 镇起一地尘土, 数片落叶。 京都静在眼前, 而身处黑旗正宗的范贤, 已经疲惫到了最艰难的时刻, 数日, 数夜不休不眠, 没有进食, 只是靠着清水支撑着自己的疲乏, 只是眼中心中的那抹寒火再次, 激着他的身体机能让他没有倒下。 他要赶回去, 他要阻止要发生的一切。 你要等我。 范贤黑色官服外面蒙着一层沙土, 脸上也净是黄土, 便是眼睫上也糊了一层, 他的嘴唇干枯, 他的眼瞳亮得吓人。 昨天落了一场雨, 让这一批黑色的骑兵显得异常狼狈, 即便以黑骑的能力, 在这样纵横庆国腹部的大突袭中, 依然有人没有办法跟上范贤的速度, 掉下队来。 如果范贤不是全面爆发了自身强悍的修为, 也根本无法支撑这样恐怖的速度。 而在昨天的那一场雨里, 终于有战马再也支撑不住, 再用要力也无法前行。 而范贤在黑骑中连换十匹马, 也再也找不到可换之马, 便在官道之上生生抢了一个商队, 夺了三十匹马来。 此时范贤的身边, 便还有二十几名黑骑, 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队伍, 却让整个京都郊外的土地都颤抖起来, 就像是有一支难以抵抗的军队, 正在逼近沁国的心脏。 黑骑临京, 直冲京都正阳门。 此时京都城门紧闭, 所有的防御力量都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的等级, 十三城门司的士兵, 以及京都守备的骑兵们, 正肃然地注视着京都外的一切。 然而, 这数十齐黑齐来得太快, 来得太决然, 快到京都守备师, 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反应, 便到了正阳门下。 离正阳门约有五十丈距离的时刻, 范贤抹了一把脸上污浊的雨水, 马速不减, 向着正阳门上的那些将领力声报喝道, 开门。 我是范贤。 小范大人回来了。 城头上的那些将领官员们的脸都白了起来, 今天京都内皇宫前在做什么, 他们当然清楚, 只是这些将领们奉旨守城, 宫里担忧着监察院会不会牵扯到朝堂上其余的势力, 而从来没有人想到, 小范大人竟然会忽然出现在京都正阳门下。 不论是用冷漠压抑暴怒的沁国皇帝陛下, 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想阻止范贤归京的陈平平, 只怕都不会想到今天范贤会赶回京都。 沁国朝廷最后一次知道范贤的时刻, 范贤还远在国境之外, 还在由东夷城返回京都的道路上。 就算用非的, 只怕也来不及赶回来。 然而, 令所有人不敢置信的是, 范贤偏生赶了回来。 死守城门 公奴守准备 正阳门统领第一个反应了过来, 他所接受的旨意是, 今天关闭京都城门, 严禁出入, 他颤抖着声音, 看着越来越近的那二十几骑黑骑, 就像看着将要攻城的千军万马一样, 面色微白发出了命令。 就算是小范大人赶了回来, 可是今天, 特别是今天, 不能让他入京。